我跟左领事 跟他说 我说左领事我想去上海楼看看 然后左领事看着我 就是在医院门口 当时就是这么一样 你还要命吗 我说上海楼那么危险吗 他说危险不危险我不说 我就问你还要不要命 像CBD也想过去看看 CBD也想过去看 你还要命吗 还要命吗 那个地方特别危险 那个老城 有些个地方是不能去的 南方小吃陈老板 大当年就出在上海楼 从上海楼出来 我问他想不想回去 他说他不想回去 为什么不想回去 因为那儿太危险了 那还上不去上海楼吗 你上可以上 他这个楼还在啊 你敢上吗 不敢上 你要去可以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似乎我们很久没去了 是在上海楼 我跟你讲笑话 真的一个上海人 被他扒着这些短裤了 唐仁杰为我们的 这个拍摄做了很多的帮助 当时的光头呢 就给我们找了两个 拿枪的安保 就一二 加我一个三 摄像一个四 再加两个 两个保安 五六 我两个人可以坐我车上 两个人坐你车里 然后剩下坐这台车去 我来看 而且当时 我们又找来了宇航 宇航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两辆车 往上海楼开 还好 他们就叫我们 你来参考 我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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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帮助 你来帮助 你这反应措施 我劝你 那是什么 你坐他们的车 我坐谁的车 你随便你坐哪台车都行 那我还是做咱们自己这个 看今天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坐在后座 然后海底 哪儿他 干嘛用呢 有事没事了 等等窗户 黄男一 今天就要去上海了 我一直听说上海楼上海楼 但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不是在曼德拉大潮附近啊 这个红绿的下一个红绿的叫向 上海楼在Hughborough的里面 行进到那个区域的时候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光头马上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开窗 你们一定要把玻璃都生好 然后尽量的把摄影设备都放下 就是不要让烂的人看到 然后把书包放好 然后我当时还注意到一个动作 就是光头在开车的时候 把安保的枪已经借到 借来 然后放在自己的身边 上海楼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上去 然后我们从那边穿过去 这个就是上海楼 然后你不能下来 再探想 就是在车上 我不能下来 为什么呀 我觉得看着还好 我记得光头用最多的一个形容词就是 可能你上去之后 会被抢的只剩条内裤 他说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会一窝蜂的上来 然后扒光你 就是把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扒光 然后最逗的是那天老张真的是穿了两条内裤 我这衣服扣得挺结实 我觉得短时间扒不光了 我穿了两条内裤 真的抢了我一条内裤 还有一条内裤 扒不光枪顶着你照样 快点 已经有人盯上我 快点 我担心是他们的安全 在那栋大楼里面随随便便几千人 只要有这么一点少 很小很小的误会 就会引起一场骚乱 曾经看过他们保存的上海楼之前的照片 窗户是非常大的那种落地的玻璃窗 然后非常干净整洁 然后光线透进来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栋建筑 但是当我真正进入上海楼的那一瞬间 我就总觉得这是一种时光的穿越